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喜片 灯红酒绿杀人业 影片一开场 金发妹看完电影刚回到家 就发现自己的弟弟和爹妈呀 被疯狂暗恋她的高中老师 大眼哥气里咔嚓全送回老家了 转场之后 金发妹正在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 金发妹说 我最近总梦见全家被杀的景象 而且每次都被吓得尿一炕 心理医生说 那孙子已经被终生监禁了 虽然他是一变态狂 但在那里边啊 估计菊花早就被虐处想了 由于爹妈全被杀呀 金发妹只好住在了自己的姨妈的家 高中毕业舞会的当晚 金发妹正在镜子前竖起打扮 她的姨妈冷淡姐突然就出现 当时就把金发妹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冷淡姐说孩子 像你这种病情 药可千万不能停啊 金发妹说 今儿晚上药的是冲动而不是瓶颈 我宁可被吓尿也不能再吃药 随后金发妹跟着男朋友龙涛哥 便上了一辆家常车 在出事之前呢 咱先把车上另外几位倒霉蛋给介绍一下 首先是急着想开车的酱油妹和酱油哥 另外两位是小白脸和大兄妹 转场之后 警察眼镜哥把一份传真文件 递给的警长毛淡叔 毛淡叔一看这当下就是一颤子 眼镜哥发现毛淡叔的脸色不对劲 急忙打听出了什么事 毛淡叔说大眼哥那死边太越狱了 我可告诉你啊 这次要是让他得了手 咱全都在吃不了兜着走 金发妹和同学到达酒店之后啊 便开始又蹦又跳吓唬闹 而越狱出来的大眼哥此时也赶到了酒店 准备跟金发妹见一面 看着心上人跟龙套哥亲的是如痴如醉 大眼哥的心都碎了 转场之后 当保洁阿姨正在收拾房间的时候 被大眼哥堵在了屋里 保洁阿姨一看大眼哥一脸的吟笑 马上就脸红心又跳 说大兄弟你可别吓唬闹啊 我工作时间向来不越跑 你要是针对我有邪念 就等我下班以后啊 咱先一起吃个饭 大眼哥说大姐你千万可别激动啊 我就是借你的房卡拥用 大眼哥潜入金发妹等人的房间之后 首先把回来吃止疼药的大兄妹给干掉 小心眼的小白脸等了半天 不见大兄妹回来 心想这肯定是坏了菜啊 今儿晚上来的帅哥这么多 他该不会跟人开汽车了 小白脸来到房间瞎熟磨了半天呢 也没见到大兄妹 当他刚拉开衣柜的门 就看到了大眼哥那犀利的小眼神 小白脸当时就是一愣 心想还真让我给猜中了 在衣柜里都能瞎折腾 看来这真是玩了命了 大眼哥一看自己被发现了 那能干 立马扑过去就给小白脸来了一地咚 直接就把这倒霉孩子气氛给杀了清了 而这个时候毛弹叔也带着手下来到了酒店 正在严密防范大眼哥的出现 当酱油妹和酱油哥正打算回房间开汽车的时候 刚巧在电梯门口啊 遇见大眼哥 酱油妹说 刚才电梯里那尊子我看得特面善 可就是想不起来是哪混蛋了 酱油哥说 别想那王八蛋了 你看今夜多浪漫的 咱抓紧时间干嘛 转场之后 毛弹叔和手下眼镜哥发现了一辆失踪的汽车 打开后备箱之后啊 毛弹叔看到司机已经挂掉 原来大眼哥就是利用这哥们的信用卡和证件的住进了酒店 当酱油哥已经濒临城下降着毫边的时候 酱油妹突然把他给推翻了 说亲爱的你听我说啊 刚才电梯里那孙子 就是咱过去的老师大眼哥 我现在必须马上走 不行的话你自己先练练手吧 当酱油妹一溜小跑 正打算跟金发妹报气的时候 大眼哥突然就出现 酱油妹一看就是一阵干探的 跑得了高峰跑不了那阴呢 酱油妹的气氛很快就差了清了 转场之后 当毛弹叔带着人来到大眼哥的房间的时候 发现性感多情的宝洁阿姨已经向小雨了 毛弹叔一看这当下就是一颤 急忙命手下对整个大路进行疏散 当金发妹回房间取衣服的时候 遭遇到了大眼哥 金发妹一看当时就吓尿 说老师你千万别冲动啊 不然校长可不答应 大眼哥一听就一愣 说马绿茶遇见送经济 就是我非得给你男朋友偷上带点绿 金发妹一听大眼哥要霸王硬上弓 当时就打吃了一惊 当金发妹顾头不顾定的刚跑出去 就跟毛弹叔不齐而语 转场之后 眼睛哥护送着金发妹和龙涛哥回到了家 毛弹叔带人在酒店楼上楼下悬梦了个遍 除了找到几具尸体之外 其他山脉没发现 当毛弹叔正一抽莫展的时候 突然在天花板里发现了一具服务员的尸体 毛弹叔琢磨了一会之后 突然机灵灵打一冷战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 大眼哥早就化妆成服务员离开了酒店 而没心没肺的金发妹回到家就睡了 睡着之后金发妹就做了一个噩梦 大眼哥在梦里差一点就要他的命 金发妹这突然一声的尖叫 把旁边龙涛哥吓一吊 金发妹说 亲爱的你烧完污燥 我先去撒毛尿 说实话就这张脸 大眼哥真不值得去冒这个钱 当后知后觉的毛弹叔赶到金发妹家的时候 发现眼镜哥和其他手下全都挂了 而金发妹撒完尿 发现龙涛哥也莫名其妙的化掉了 金发妹一紧张啊 马上又尿了一枯档 就在金发妹懵逼的时候 大眼哥像发了情的臭流氓 突然给金发妹来一冷户房 大眼哥这边一招履不惜貂蝉 金发妹那边就来一客观景真烦 大眼哥一看金发妹不肯就范 于是便举起刀准备满干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毛弹叔一招老光棍打手枪 直接就让大眼哥领了便当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嘛 教师队伍要整顿 别让禽兽王力魂 如果遇见性骚扰 必须给亚打出份